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今天公布 選委會選舉候選人參選資格 新兼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 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被裁定選委會當然委員無效 鄭松泰因為不符合校中特區和擁護基本法 資格審查委員會徵詢國安委的意見 接獲國安委意見書之後 裁定鄭松泰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席 李家超說有兩個人被裁定資格無效 一名分組候選人因為未有登記為地方選區選民 而不符合資格 他又說一般都不會公開不符合資格的人士身份 但是由於涉及現任立法會議員 所以作出公布 政府發言人指 已經跟印尼和菲律賓政府 訂定雙邊疫苗紀錄認可協議 並宣布由下星期一即是30日起 在印尼和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的外容 可以從A組指名地區來港工作 抵港外容必須持有由那兩個國家 相關主管當局確認的疫苗接種紀錄 並抵港後在指定檢疫設施接受強制檢疫 政府提醒雇主在預訂機票和設施房間前 需要確認外容疫苗接種紀錄的真確性 如果外容被發現使用虛假的疫苗接種紀錄來港 可能會被送往其他檢疫設施 已經繳付費用將不獲退還 和巴士的部總編輯李童一起討論 李童,澳洲新南威爾士州 過去一天新增1029宗新冠肺炎確診 再破疫情以來單日新高 州政府宣布將區內封城措施延長到下個月10日 面對Delta變種 之前幾波疫情守得比較好的國家 都出現防疫難點 中國似乎表現好突出 CNN也有正面評教是嗎? 你好,Yunice 內地過去24小時新增了26宗新冠肺炎的確診個案 其中本土有三例都是來自雲南 自從7月20日 中國這次疫情蔓延到全國幾十個省份 在8月22日全國31省市自治區 和新疆建設兵團沒有新增本土的確診病例 這次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實現本土零確診 面對抗疫成果 美國傳媒CNN作出這樣的評價 他說倘若繼續按照趨勢發展下去 中國可能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控制著Delta變種病毒株引爆疫情的國家 他說中國用了五個星期的時間 壓制著這輪的Delta變種病毒株引發的疫情蔓延的滋頭 而這輪的疫情可以說是由南京開始蔓延的 面對的就是傳染性和危害性都要更強的Delta變異毒株 CNN報道就說這是至今為止對中國抗疫政策的最大挑戰 報道說包括中國、新加坡、澳洲等 都是尋求在本國境內實現疫情清零的國家 但是由於Delta變種病毒株所引發的新一輪疫情 如今這些國家正在考慮改變防疫策略 例如澳洲雖然已經封城了幾個星期 但適理的防疫形勢仍然是絲毫沒有好轉 感染人數更加是屢創新高 但與此同時中國還是堅持自己的防疫策略 CNN報道就說如果繼續按照這個趨勢發展 中國可能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控制著Delta變種病毒株引爆疫情的國家 報道說這輪疫情爆發之後 中國再次使用了和先前一樣的抗疫策略 這個策略令中國平息了三十多次的疫情 報道大致疏理了南京本輪疫情的蔓延情況 例如是從南京六口機場出現九個人集體感染 到七月周末結束 每天的確診病例已經攀升到大約五十人 之後在不夠三個星期內 每天新增的確診病例增加到百多例 遍佈全中國一半的地區 CNN報道就說然後疫情結束幾乎和開始一樣快 由於中國加強了防疫措施 新增的確診人數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 就是降到雙位數 中國用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就控制著本輪的疫情 這個和中國先前 壓制疫情所用的時間 就是大致相同的 而另一個美國媒體 彭博社也報導了中國 成功控制疫情的消息 除了中國速度之外 彭博社還注意到中國對於重症患者的救治效果 到目前為止中國讓所有的確診者都生存下來的 報道就說在江蘇省的重症病例高達18例 外界都擔憂中國很快在六個多月之後 再次會報告新的死亡病例 但情況似乎是有了緩和 對重症的病例都已經出現了緩和的情況 而路透社都注意到本輪疫情中沒有報告新的死亡病例 CNN另外也提到中國疫苗接種的情況 直至到8月22日 中國內地累計接種新冠疫苗有19.5億劑次 即是平均每100人注射了135劑以上的疫苗 這個比例高於英國和美國 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就在一次公開論壇上說 按照此前廣州疫情的研究表明 國產的滅活疫苗對於Delta的變種病毒株 總體的保護率就是接近60% 重症的保護率就是100% 最新的資料就是顯示 接種國產的滅活疫苗第二劑之後 六個月之後再接種第三劑的加強劑 抗體水平可以增幅達到10倍以上 當80%以上的人口接種了疫苗之後 中國就可以建立有效的群體免疫的unit 謝謝李彤 轉看看其他消息 香港民主中國陣線負責人兼民主中國陣線總部理事會成員 黃元璋正是搜查 被要求提交資金和活動資料 調查有沒有危害國安 警方早前向何俊仁、李卓人、周恆彤等10名支聯會董事發信 只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要求他們提交資料 據說在《香港國安法》下 警方認為支聯會骨幹成員 符合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法律定義 和支聯會密切關係的組織 也符合外國代理人的定義 當中包括香港民主中國陣線 去年年初二晚 大批市民在旺角參與悼念魚蛋革命四周年活動 期間22歲兼職送貨員黎家豪 帶領大約30名示威者搗路 叫口號辱罵以強光照射 再揚言用椰子投襲警方 黎家豪今早在區域法院 承認非法集結和暴動兩條罪 其餘兩項襲警、一項拒捕 和兩項母票進入及承搭列車罪全黨法庭 法官說被告黎家豪犯案時是領導角色 帶被揚聲器到場叫罵 又帶電筒以強光照射警方 可以引致非常嚴重和不可收拾的後果 判住他監禁三年 立法會今早三讀通過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 當局會設至少18個月的準備期 並會審視疫情後經濟復甦的程度 再經立法會同意後 決定法例生效日期 當條例正式落實後 垃圾將會按量收費 市民日後並需購買指定的垃圾袋丟垃圾 中環人士可以獲每人每個月10元補貼 政府會免費回收食肆分類的儲餘 而在法例生效初期 當局會免費派發垃圾袋 執法人員在頭半年會以警告為主 移民潮下本港的中小學出現退學潮 據教育局統計 今年6月中小學剩餘學額 比去年10月大增7999個 即2020至2021學年期間 有近8000名中小學生退學 當中5400人是小學生 但校長透露臨近開學 近日多間學校都接到 原本已經移民的學生 有意回流插班的查詢 部分人退學來說只是半年 估計學生可能未能適應外國生活 也有學生剛剛在暑假前退學 但最終實停移民 而希望撤銷退學的申請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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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